三十八岁安逸轩2017年突然闪婚白衣给妖陈容烈,两个人婚后努力造人,终于在今年迎来了两个的小宝宝六十游,一向兜兜成为是宠妻狂魔的陈容烈。 据传,在妻子安逸轩为其生下儿子之后,陈容烈豪气花六亿港币,约5.4亿人民币,马下自动别墅,以降力妻子安逸轩延续香火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澳门德竞技团CEO陈容烈个性低调,在商场上运筹帷幄,呼风唤雨,私下却是宠妻狂魔,家庭对她来说也同样是第一位妻子安逸轩在三十八岁年纪,冒着高龄产富的危险。 为她延续香火,令妻的种种辛苦陈容烈,都是尽收眼底。 所以陈容烈尽可能的多陪伴妻子安逸轩。 7月份安逸轩宣布产子消息后,在微博中特意感谢丈夫的陪伴,感谢她主动陪她进产房,以运气无微不至,亲力亲为的贴心照顾。 因为安逸轩冒着高龄产富的危险生下孩子,所以陈容烈,残下五点四亿,买下豪门超级豪宅四栋别墅,以奖励爱妻的幸福和伟大。 报道中指,安逸轩很有望复命,嫁给陈容烈之后,不仅仅再忘了丈夫公司的生意,连公司员工也都接连传好运,前前后后有数十位女子怀孕,让公司上下嘖嘖称奇。 目前,安逸轩军居在澳门,似乎已经很少在拍戏,仅仅去年曾客串过一部电影,连商业活动都很少参加,大多数时间都在家安心养孩,这部家庭,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丈夫陈容烈和孩子身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